蔣萬安啊 因為陳時中不好啊 其實我比較喜歡黃三酸啊 可是他不會上我只好投蔣萬安 哈哈哈哈 我好壞 欸欸 人家政派啊 這個什麼東西啊 為什麼會想要選陳時中呢 很認真做事 因為我覺得他防疫做得不錯 蔣萬安 我覺得他沒有行政能力的經驗 黃三酸是還不錯啦 但是陳時中真的是不可以啊 為什麼會想要支持黃三酸 因為我覺得他在台北市真的了解得很深 欧美很喜歡 高端有什麼用 他等到女朋友周遇寇不都大罵 他不能去日本 你覺得你們現在很幸福嗎 你們的住屋很好嗎 你們的居住環境很棒嗎 簡直就是不斷射 至於年底九而一選戰 只剩下十幾天的時間 而今年比較特別的是 有很多縣市都曾經撒卡都的狀態 其中台北市不只撒卡都 而是總共有十二個人參選 而三位主要的候選人呢 近期的民調也曾經出 彼此有消長的一個趨勢 那今天呢 我們就實際走上街頭 來實際詢問市民 他們真正心目中 想要支持的市長是哪一位 這裡嗎 對對對 隨便給我貼 好 講完了呢 因為陳時中不好啊 黃亦沒有滿意啊 加油 為什麼想要選陳時中 我覺得他說話非常實在 做事也非常的實在 我信任他 我是覺得就是 雙個裡面 他是最適合當市長的 為什麼也會想要投展外安 給年輕人來做嘛 為什麼會想要支持黃先生 因為我覺得他 很多市政的概念 講得非常的清楚 有一次看一個節目裡面 剛好訪問他 對他對台北市真的了解得很深 因為他本身當 據我所知他好像當議員 已經當很久了 是吧 對 其實我比較喜歡黃三三 可是他不會上 我絲毫投獎萬安 我好壞 因為我覺得他做的不錯 為什麼會想要投獎萬安 你要正派啊 這個這個什麼東西啊 我其實沒有特別就是 要支持誰 就感覺 反而也不關我的事啊 為什麼會想要投獎 防疫一開始其實做得很好啊 由世界觀上面 你這樣看下來 我們是做得非常棒的一個國家 真的 在形勢能力上 還有他的團結 聚合力上面 這個是沒得比的 為什麼會想要投 黃三三 他很認真在做事啊 我覺得他很認真在做事 知道啊 所以你覺得他有沒有做事 對 我要錄鏡了嗎 因為我覺得他防疫做得不錯 都不支持 都沒很喜歡 因為他很穩定 講話啊 不帶張字 然後不會有情緒化 對 所以我覺得他是一個很好的 市長的人選 為什麼會想要投獎萬安 你當那樣的東西 我是國民黨 對黃三三跟真肉有什麼印象嗎 嗯 黃三三 陳時中 其實都是民進黨 小萬安 他年輕有為 有擔當 可以幫我們做事 6號6號 為什麼會想要選 小萬安呢 為什麼 中華民國萬歲 為什麼會想要選陳時中呢 很認真做事 這個是吹 這個是吹牛的 為什麼會想投獎 國民黨 哈哈哈 為什麼會想投獎 因為不喜歡陳時中 然後黃三三應該不會上 陳時中 我覺得他之前 當那個衛服部長的時候 做得很不錯 他的這個防疫期間 都做得那麼差 講一套做一套 很多人對他都很感冒 別的疫情 我比較不喜歡某某人 黃三三是還不錯啦 但是陳時中真的是不可以啊 但是我討厭他 很多疫苗的政策 還有那個 他不誠實 我覺得陳時最重要 黃三三 基本上我覺得他 他 他當副市長 目前在選舉 他可能走得很勤快 但他畢竟是 我覺得他是牆頭草吧 這個人滿口胡言亂語 什麼叫做封存30年 一個高端搞得大家那個 他的那個女朋友周玉寇 都不都大罵什麼的 他不能去日本 高端有什麼用 那時候我們要打BNT的時候 他就擋啊擋啊擋 知道他會喝紅酒唱歌 我只知道他這個 黃三三我就覺得他還蠻有建樹的 在台北市我之前住南港那邊 之前有做過立法委員還是市議員 對他那時候對南港的戲子那一代的 建樹還蠻多的 陳時中是講屁話講空話 因為是哪一檔 我覺得不重要 現在台灣最重要 是要看會做事的人 然後黃三三 我覺得他在副市長任內 並沒有表現得很好 蔣萬安很口水有點太多了 黃三三呢 沒特別喜歡 可是也沒特別討厭 那蔣萬安 我覺得他沒有行政能力的經驗 蔡英文自己能搞得台灣真的是 太差而且每個人都有構定 你覺得現在民進黨正 記得 垃圾 簡直就是垃圾 你覺得你們現在很幸福嗎 你們的住屋很好嗎 你們的居住環境很棒嗎 簡直就是垃圾